金劇 昆劇 歌仔戲 客家戲 玉劇和亂談戲 各家傳統劇團新秀們輪番上陣 帶來最精華的演出片段 邁入第五屆的台灣戲曲中心 成功新秀舞台 今年首度加入昆劇 並且以類似擂台賽的精神 讓兩個團隊演出上下半場 或巧妙安排同一劇種不同團隊輪番敬意 那所謂參加成功舞台 我們是成功舞台有個條件 就是希望它是年輕一輩培養 培育出來的年輕一輩 當然有人說年輕到底是幾歲先年輕 其實以傳統劇集來講 40歲以下都算年輕了 也就是我們這次新秀舞台所挑選的 來這個舞台上呈現的 他們在舞台上壓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同台演出有一種競爭的壓力 尤其看到不只我會唱別人也會 不只我會唱別人也會 我的功夫錯別人也可能不錯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造成一個良性的競爭 今年邀請到的12個表演團隊 涵蓋北中南各大優秀劇團 各自展現特色語言 曲調 以及精彩的唱片作表 16位新秀當中有高達12位 首次登上成功新秀舞台 新秀們也藉由演出 互相觀摩 學習成長 蕭翠英這個角色在鬧喜盒裡面 他有大量的唱 那我本身其實是客家戲演員 亂談戲是用小桑來發聲 那他這個角色有非常大量的唱 對我這次的成功的演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謝謝這個團隊給予我這一次的機會 然後也謝謝這個傳譯中心 讓我可以在這個舞台上表現自己 只要有一分鐘的時間 就要把自己表現到最好 因為我這齣戲裡面呈現的這個紅面關羽 它其實是非常快的時間 那我覺得它蠻有趣的是 可能只有五分鐘吧 也要顯現出我們外台出來的小孩 我們在這個戲曲的這個台上 它是如何用短暫的時間 變成另外一個樣貌 2021成功新秀舞台 從10月21日起到11月7日 連續三週 每週四到週日 在台灣戲曲中心演出 歡迎喜愛傳統戲曲的觀眾朋友 前往欣賞 為明日之心的戲曲新秀們加油喝彩 記者李錫慧 台北報導